泼水节也太爽了吧 哎你先别急先别急 我知道你没能来成泼水节 这不我给你准备了一道 泼水节必吃的美食 泼水巴巴 泼水巴巴素有歹足年糕之称 歹家人常说 吃了泼水巴巴人就长一岁 每逢泼水节 歹家人都要制作泼水巴巴来代课 我是一名歹足姑娘 我叫冯桂花 在我记忆当中 小时候一道泼水节 我和小伙伴们泼完水之后 回到家妈妈都会把泼水巴巴做好 让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今天我们做的泼水巴巴 有的花生 酥脂 还有的烟味 还有的红豆 中了四个 泼水巴巴是用上等的糯米磨成粉 去适量的红糖水与糯米粉进行手工揉制 用新鲜的芭蜂叶包裹蒸煮后食用的一道美食 我很享受自作破水巴巴的果成 看到朋友们吃得开心 我也很开心 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品尝到破水巴巴的味道 我也希望破水巴巴这道美食 以至串香 芭蕉叶的清香 加上香甜软糯的糯米 口感松软而有弹性 制作完成后可以保存一周 变硬可以油煎后食用 到现在我有自己的小朋友 一道破水接我都会做 破水巴巴给他吃 破水巴巴软糯香甜 甜而不腻 他对于歹族人民的意义 不亚于正月十五的元宵 八月十五的月饼 寓意着事业有成年年高 2022年 破水巴巴制作技艺 也被列入了云南省第五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